HELLO,大家好,今天就到Chenry 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我們的non-dominant hand 我們的dominant hand,即是我們的主力手 是右手,是我的Case 和右右 我的non-dominant hand,即是我們的左手 今天就是講講單手 single hand and back hand 非主力手,如何幫助你手 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我的朋友,讓多些朋友可以收益 我現在調轉站,當我做一個單手back hand 我多數會有一個拉的動作 我們的single hand and back hand 和雙手是有少許不同的 我們單手會握在脖子的位置 這個位置多數是雙手的 但是是後手的朋友 為什麼呢? 這個是centre of the racket 當你一握中間,會比較容易控制 還有,它會比較容易拉的位置 會比較容易拉的位置 變成我們的非主力手 non-dominant hand 會有一個pulling action 有一個pulling action 我當我現在是reverse angle 平時我向著球場,還是會這樣站的 不過現在呢,我調轉站 讓你們看得比較容易 這樣呢,我會拉了它 不過呢,以為你拉得多一點呢 我們的elbow會摺得多一點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pros 他們一拉的時候會這樣 你看到,你會發現了什麼? 我們右手是直的 左手是bend的 這是一個好的reminder 有一個equal and opposite的東西 當我們左手拉了它之後 目的是什麼呢? 是幫我拉前面的肩膀 好嗎? 反過來,你會看到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差不多在我的肩膀 是在我的肩膀的 非常非常有效 所以當我一拉 我差不多去打了 先放開我的grip 你的手就會飛出來 這個是非常好大力的動作 OK? 講解多一點 In timing 就是當我對手打的球給你 你飛著的手 眼望傾斜左手 立刻拉快拍去左邊 轉身 這個是the most important part 不是就是拉拍 是轉身 拉拍也會有 但最重要的是它轉身 然後你就去 用footwork 去get to the ball step in 當你打了 你最最後的剎那 你才放這隻 Rip 即是會變成 一放它 它就會 飛出手 OK? 千萬不要 肩膀呢 這樣是斜 只是放手 然後你 stabilize 肩膀 它變成一個支點 令到你佛拍 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的圓圈 用你的shoulder 這個位置 做支點 你做這個 supernation 不做就行 也沒所謂 但是這個radiance 是很漂亮的 low to high on the low ball high to high on the high ball 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喜歡 今天講解一下 關於non-dominant hand in the role of single-handed backhand 希望大家喜歡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大家的朋友 在我們的private lesson 裡面 through我們的rallying 和我們的feeling techniques progressions 我們會幫我們的學生 學到這個 specific的skills 和其他技術 請大家個WhatsApp 我看見你們 在101的private lesson 是遲著 和大家聊